今天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去还原一下 在真实的教师视角和教师场景下 那么我们一个真实的课堂会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可能更多的还是就是我们学习了很多理论之后 你会发现必须得付诸于实践 或者是我们见到了优秀的实践的样子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知道一个好的课堂到底是什么样的 前面我们利用四节课的时间 来给大家核心其实讲了一个观点 一个优秀的老师他所准备的课程 无论是内容和形式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好的标准 应该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应该是让学生有所收获和有所成长 那接下来真实的课堂我们能够怎么样一步一步做到 让学生有所收获让学生有所成长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给所有的老师带来这样的一个分享 就是先还原一下我们在真实的课堂应有的样子是什么样 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先来去讲一讲 老师和学生在现在的情景下应该具有一个关系和定位到底是什么样 在真实的课堂里面我们会发现原来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最早最早的关系 师生之间的关系其实实际上是隔离比较远 那么其实最早有师生概念的是什么呢 是孔子 早在孔子的时代 门徒三千人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孔子坐在高台上去讲座 然后呢 下面的学生再去听 再去学习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构建起了最早的师与生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种师生的学习更多的靠什么呢 靠问答的方式 弟子问 孔子答 才有了子曰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真实的课堂场景里面 一定是会存在有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才能够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课堂 所以我们说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不能是老师的单项输出 而没有学生的反馈 或者是没有学生的输入 甚至是学生的输出 老师的输入 这个过程都是必须要去存在 这是我们所讲真实的课堂的样子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才是合理 才是能够让学生去成长和进步的 那么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再去反观最近的十多年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教师的设备和教师的装备里面多了什么呢 我发现会有变化 最近十年随着电子的一些信息技术的成熟 包括一些现代的这个数字设备的应用 你会发现我们的教师里面多了投影仪 多了智慧黑板 那这些东西其实事实上核心还是去为了提高我们老师的信息输出的效率 在二十年之前 老师上课靠写板书 投影那个时候用的还并不多 绝大多数都是靠老师粉笔一个字一个字在上面去写 课堂的呈现形式更多的也是靠老师的语言输出 而现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硬件升级的很快 所以我们有投影仪 有多媒体设备 那这个时候老师在课堂上面可以放幻灯片 可以放PPT 这些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整体的课堂信息传递的效率 速度变得更快了 内容变得更丰富了 我在课上可以去放一个视频的片段 这个在原来二十年前的课堂上 我们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我做题可以实现互动了 那我们在现在的这个黑板也好 电视也好 那我黑板拉开了之后可以变成是电视 可以变成是投影仪 那这些其实都是提高了我们作为老师信息传输的一个效率 但还有一个变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到 在现在的一些教室里面 大家如果进到教室里面去看 讲台在现在的教室里面可能不再存在了 我说的讲台不是老师去放电脑或者放书的那个讲台 而是指的大家如果有见到之前的教室的话 你会发现在之前的教室里面它有什么呢 就是用水泥器的一个台子 这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会走到这个讲台上 或者请学生到讲台上来发言 或者请学生到讲台上来去做题到黑板上来做题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那种水泥的台子也好 还是一个木板搭制成的这个台子也好 这种讲台的设计结构 其实上在现在新装学的教室里面基本上都是不存在了的 只有一个就类似于像桌子一样的讲台 那个呢其实上是给老师放东西用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在现在的教室环境下 讲台的这个物理结构不复存在了 它其实上是有背后的原因的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说原来还是回到一开始我们讲的一个例子 孔子坐在高台上 为学生去传道受益解惑 那其实事实上这个高台的位置就天然的去凸显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在地位上的不平等 你会发现在高处一般能够去更多的去凸显出 无论是人也好 还是包括我们在神话故事里面所看到的神也好 往往都是高座云端 越在高处越能显示出人身份的尊贵 包括他的地位 包括他的权威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把讲台这样一个物理的空间拿掉 核心的原因就是能够让老师下到地面上来 能够和学生站在同一个平面上 能够和学生站在同一个平台里 更多的去拉近师生之间的这种交互的关系 让师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和距离变得更近 变得更加的平等 那么在这里边就是以一个平等的身份来进行交流 来进行学习 并且服役我们现在的一些多媒体的方式和手段 能够去提升整体的学习效率 这是作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在最近其实上你会发现潜移默化发生的变化 所以一个优秀的老师 他一定也是能够走到学生当中去的 他永远不是说 我只站在高高的讲台上 为学生去步道授业解惑 而更多的是应该能够走到学生中间和学生一起 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帮助他能够去切实的来解决问题 这是老师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角色 应有的定位和他应该去做的内容 那接下来第三块就是 你说老师到底在课堂上扮演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有去讲 老师在去包装课程形式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更像演员 甚至前面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 你可以去看一看 或者去模仿一下那些演员 他们其实上表演的会非常精彩 在这里边 其实老师课堂授课的成分 一定程度上也会包含有一些表演的成分 包括一些情感的输出 包括一些语言的输出 就是在表演 表演给学生看 展示给学生看 对吧 那这个时候学生看完了之后 他会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欲望 老师在课堂上做实验 其实就是一种表演 带有道具的表演 那学生看得非常的开心 对吧 你会发现我们在儿时上学的时候 上物理课化学课 最喜欢上的什么 就是实验课 最喜欢看老师在讲台上去展示实验 而且你最期待的永远不是这个实验的顺利 是这个实验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意外 越是当实验出现意外的时候 班里的氛围和状态就越好 对吧 这就是什么构建冲突 所能够带来的力量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既要做演员 你要能够去表演给学生看 我真实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叫做教练 教练是要一步一步带着学生去练的 教练的这个名词 其实事实上还是起源于我们的运动的领域 体育 竞技 你会发现会有教练 教练是不是最出色的运动员 不一定 但他对于运动员所需要掌握的动作和基本的要领 一定是非常清楚 教练核心做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教 是纠偏 是当运动员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的动作哪不标准 应该怎么改 他和演员不一样 演员不对观众的行为负责 但教练必须要为运动员的成绩负责 老师在这里边 可以说是这两个身份兼而有之 他既要充当演员 来告诉学生 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 也要充当教练 帮助学生去指导和纠偏 当他在做题或者说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哪错了 你哪应该怎么改 这是真实的课堂上 老师该有的身份和样子 包括回到我们前面给大家举过的一个 教学生游泳的案例 你教一个学生去游泳 永远不可能只是说 我作为演员的身份 我给你去表演一下 我给你示范一下 示范表演 这都是演员的这样一个角色和身份 我让你看 老师游得漂不漂亮 老师游得快不快 快 很快 有用吗 没有用 学生学不会的 你得把学生拉到水里 跟你一起去游 你把他拆到身水区里面 让他自己去扑腾 告诉他 应该怎么换气 应该怎么伸腿 应该怎么滑水 手脚的动作应该怎么来配合起来 你哪做的快了 哪做的慢了 他甚至得喝一口水之后 喝几口之后 才有可能把游泳学会 所以这件事情是 演员和教练 两个身份必须都要去做到 如果只做教练也不行 只做教练的话 在这里边 可能学生整体的学习效率会比较低 我得需要整体来告诉学生 他好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我给他去示范 我得给他去有这样的一个练习的机会 所以两个场景和两个身份 都是密不可分的 那接下来再往下 我们去看 在原来新通方 一直我们说课堂上 你的教学应该包含有哪些缓解 对吧 才能够把这些不同的身份 更好的去融入进去呢 在这里边我们去讲 会推出了教学七步法 所谓教学七步法 指的其实就是一个 标准的行为动作和行为的流程 对吧 那我在课堂上 或者说我课上课下 把这七个环节 全部都做好 全部都做到位了 那这个时候 一个完整的课堂 基于学生能够去提升 基于学生能够去进步 那我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参考的范例 那这七个环节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分别叫进门侧 寿星课 课堂落实 茶楼补缺 那么再往下 出门侧 课后落实和结果公式 这七个环节 一同构筑起了一个课堂 完整的闭环的样子 那么这是从一堂课行课的角度 我们去看它的结构和逻辑的完整性 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计 这个设计背后的原理和原因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也给大家来去带来这样的一些结构和分析 因为我自己之前在新东方做老师 授课的大概有将近八年左右的时间 其实事实上一直也都在不断的去摸索和探索 我们真实的课堂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才是对学生最为有效的 而这里边的每一个环节的设计 其实事实上也是离不开学生的这样一个主体 进门册在考谁 考学生 寿星课讲给学生 课堂落实是确保学生要去掌握和吸收的 然后接下来茶楼补缺 是发现学生有问题的之后 我要给他针对性的去补起来 哪有问题哪没掌握 对吧 那我要给他去把这个问题补上 确保他能够最后学会 出门册一样 考学生检测他的知识掌握程度 课后落实 确保他把学的东西 能够再进一步的去复习巩固和掌握扎实 以及最后的结果公式 能够更好的去激发起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 具有的这样一个学习的动力和学习的意愿 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步骤的设计 都是基于我们的大原则叫做以学生为中心 你在真实的课堂上还是那个观点 不在于你输出了什么 你讲的无论内容 无论形式 它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它不是目的 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 这七个步骤一样 它也是手段不是目的 目的是为了帮学生掌握 所以我们自己再去备课 或者是设计课程内容形式的时候 一样的 你无论怎么设计 都是可以被优化的 都是可以去迭代的 因为这些都是手段 只要是手段 就存在有手段可以变得更好 手段可以变得更优 更佳的这样一种方式 而最终的目的是不会发生变化 好 那其中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步骤背后 它有一个小目标 或者是它在这里面 想要去达成的效果是什么 我们来给大家去拆解一下 如果你作为老师 你也可以去对照着这个 来去核对一下自己的课程设计里 是否包含了有 这样一系列的完整的步骤 以及每个步骤下 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了 以学生为中心 第一个叫做金门测 它的核心目的在于什么呢 发现学生的问题 以及刺激学生的学习意愿 考得好了 有成就感 考得不好 它其实上是会有羞耻心的 荣辱感 我就是要把它自身的这种 学习的意愿和学习的这种 心态和情绪给它激发和调动起来 我能够让他意识到自己有问题 或者能够让他因为自己的进步 和因为自己的学习而感到有成就 感到有开心 对吧 这是我金门测核心设计的意义 那么另外再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通过这个考试 要发现孩子哪有问题 就说白了还是回到前面 我们给大家讲的 定位什么呢 最近发展区 你不通过考试是发现不了学生 哪有问题 他的知识掌握储备 在什么样的水平和标准 发现下限 找到上限 那么这个是进门测 要能够去实现一个核心目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说寿星课 你给学生讲课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是课堂承载的主体部分 寿星课的环节 可能会占到整个一个课堂 大概70%到80%的篇幅 当然这个也和课程的类型 课程种类是有关系的 这个咱们后边会讲到 但是呢 寿星课作为你的课程的主体的形态 要更多的去激发起孩子的学习兴趣 要能够更多的去传授我们的知识 而且在寿星课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些落实和互动的行为 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 给大家讲到 就是要有落实 要有互动 在课程的设计形式上 要把这些都加入进去 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寿星课 变得更加的高效 让你的寿星课变得更加的有效 对吧 那接下来再往下 课堂落实 课堂落实一定是要有的 不能老是纯书诸一直讲 得练 学生得练 那么包括我们在设计的每个课程里边 就即使是以录播的课程的形式 那你也要去留给学生 告诉他怎么来去做练习的这样一种方式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有去讲 怎么来提升自己 讲述表达沟通的这样一种熟练度呢 我可以通过写竹子稿的方式 我可以听录音的方式 对吧 这就是我给你练习的手段 只不过这个练习的时间不在课堂上 而是在课下 你如果给程序员去讲 说我怎么样能够去提升这个写代码的能力 对吧 我讲了很多的知识 讲了很多的干货 他最后能力有提升吗 不一定 你得告诉他 你要怎么去练习 你要做多少的练习是合适的 才能够达到或者提升到 我想要的标准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明确给学生的 你不能不提练习的目标和要求 不通过练习 他掌握不了知识的 对吧 好 那将来再往下 课堂落实 要注重讲连结合 形式呢 可以多元化 不一定非是得做题的形式 练习可以无处不在 就看老师怎么来去对他 对练习进行设计 这是有很多种方式的 你会发现 真正的在 无论是学校的课堂 或者是在新东方的课堂 那课上的练习 一定是可以变得非常的有趣 能够更多的去 激发起孩子 学习兴趣和动力的 而且让学生之间 他们能够自发的组织到一块 能够共同的参与进来 提升课堂的参与度 参与感 那这个时候一定程度上 也能够去解决孩子学习 意愿和学习兴趣的问题 那么这里边形式多元 可以更好地去引导孩子听课 包括学习的学习氛围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环节 课堂落实 在课上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受信课和课堂落实的环节 那接下来 你在课堂落实的过程当中 就会发现 那些可能学习上存在有问题 或者是某些部分掌握的 不是特别好的学生 他的最近发展区 就比别人要靠理 就是有问题 对吧 他的舒适区很窄 舒适区很小 那么他可能在最近发展区 外边都很焦虑 我们可以把最近发展区 外面定义为叫做焦虑区 或者焦躁区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在去学习知识的时候 就是很焦虑的 他没有办法处于一个 特别平和的状态下来 去吸收和接纳知识 是因为别人的舒适区 是他的最近发展区 那你要想办法 把那些他之前 辣的东西给他尽快的去补上 或者告诉他 怎么来去补齐 对吧 比如你讲 这个知识的时候 需要用到三个储备知识 一二三 你要列出来 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想听懂 我这节课的话 那你必须得要去掌握 一二还有三 你想听懂这节课 关于三角函数的解法 你必须了解 最基本的三角函数 最基本三角函数的一些公式的变形 最基本三角函数的应用 有了这三个知识之后 你才能够听懂 今天我所讲的这节课的内容 你可以让他自己去自查 你也可以帮助他去做查路补缺 这个都可以 对吧 那核心的查路补缺 就是个性化的一些辅导 和你帮助学生定制一些练习 那么还是基于前面我们所说的 最近发展区理论 要尽量的把学生的发展区都拉齐 这样你的进度 你的课程才更好容易去开展 那接下来再往下出门测 其实事实上就是 学生在课堂学习完了之后 我要检测一下 对吧 我要考一考你 我要你学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记住了 我要你掌握的内容 是不是真的掌握了 是不是真的被汇了 对吧 语文文科列的东西有背诵 理科列的东西有计算 有分析有公式啊 你会不会用啊 那这个还是 以最终学生掌握知识 作为最终极的目的 那接下来再往下 课后落实 就是要去复习 强化巩固知识学习的方法 以及掌握学习的应用 对吧 这是在课后需要去做的 学习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 还有爱宾哈斯一望曲线的 这样一个客观的规律存在 不能只依赖于听课的这几个环节 包括我现在在给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内容 你不能指望说 我现在听了一下之后 马上顿悟 第二天立马能力得到巨大的提升 这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在听完了之后 在后边再浮以相应的练习 不断的去尝试 不断的去实践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去复盘 去纠错 去纠偏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再来去听 听第二遍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再来去迭代 再听 不断不断的 其实你会发现 无论是你作为老师去讲 还是作为学生去听 即使是同样的东西 带着不一样的思考 和不一样的视角去听的时候 每次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和新的发现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来再往下 课后落实了之后 东西内容该复习的复习到了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叫做结果公式 就是我要有监督 要有鼓励的 对于那些一直坚持下来的同学 要提出表扬 做得很好 要给他认可 无论是未成年人 还是成年人 其实对于表扬和对于认可 都是有这种内心的 内在的需求 这是人性 改变不了的 所有人天然都喜欢表扬 所有人天然都厌恶批评 那作为老师 你怎么样能够更好的 去帮助学生学习 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挖掘 和利用好人性 扬长避短 发扬他人性当中的那些优势 尽量规避他人性当中的那些缺点 懒惰 不愿意去自主学习 等等这些 是可以通过外在激励 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 来去改变 来去吸得 那接下来再有 就是结果公式里边 我必须要告诉他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要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 不断地能够去鼓励学生 去不断地进步和成长 这是我们所说的 在教学期步法里边 核心设计的底层的原理和逻辑 还是哪个 叫做以学生为中心 核心以学生掌握知识 作为目的 核心以学生的行为改变 和行为落实 作为我的基本准则 那么这是七个基本的环节 那除了这七个环节之外 我如果要想解决学生的问题 刚才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谁呢 是一个课堂 是一些完整的课堂 我的课堂呈现的形式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步要怎么来拆解 那我现在再进一步 刚才我们说了 课堂的呈现形式只是手段 目的是让学生来掌握这些知识 那我怎么来达成这个目的 这个目的本身 这个研究对象的这个主体本身 它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和特点 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 就是如果我们从学生的角度来出发 你要想让它掌握知识 你要想让它提升能力 我需要去从几个点来去分析 或者从几个点来去入手 四个方面 我们叫四大层面 什么意思呢 分别叫意愿层面 认知层面 方法层面和行为层面 那么这四个其实代表着 它在学习过程当中 能够不断地去提升的 四个不同的层级 分别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第一个意愿层面 它愿意愿意听 它愿不愿意学 这事其实是上你首先得需要去解决 而这个事情更多的是内在 你想要通过外在的方式 最多的只是激励和刺激 没有办法直接去帮它产生 所以你如果想要去持续不断地去让它产生学习的意愿 或者有的学生是一开始有意愿的 可能听着听着学着学着这个意愿就减弱了 动力就消失了 怎么办 怎么能够让它持续不断地去维持这样一个学习的意愿和动力 核心两个关键点 一个叫做成就感 还有一个叫做参与感 成就感的原理 其实事实上就是游戏的设计逻辑 游戏在这里边会通过数值的刺激 还有包括一些画面的激励 声音的音效动画 各种各样的方式 全方位的给你成就感的激励 就会让你觉得 哇 做完了这件事情 我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就 我获得了等级上的提升 这是一种成就 我获得了勋章 我获得了装备 我获得了别人的认可 我获得了朋友们这样的一些羡慕的目光 我现在是最强王者 对吧 你还是青铜白银 我已经是最强王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是他通过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的成就感 只是这一个方向而已 而你的课程设计 如果能够源源不断地给他带来成就感 你通过你的课堂的设计和课堂的互动以及落实 能够让他觉得 哎 我有进步 而我每一次回答问题和上一次好像都不太一样 这种成就感会给予他莫大的自信 让他源源不断地去产生自己学习的意愿和学习的动力 进而不断地去学习下去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叫参与感 能够让他参与到课堂当中去 学生才是课堂真正意义上的主体 而非老师 这个观点大家一定要牢牢记好 真正的课堂主体是学生 不是老师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教育学理论当中所提到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互动的成就感和参与感 一定程度上能够去解决孩子学习意愿的问题 而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认知的层面 认知层面还是回到我们反复老生常谈的叫做最近发展区理论 那么在认知 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知识的下限在哪 知识的上限在哪 这个很重要 以及我们在认知的这个层面 需要学生去掌握知识的时候 他的认知的能力和要求也是不一样 这里边又牵扯到另外一个教育学理论 这也是伟大的教育学家叫做布鲁姆 提出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 也就是说 他提出我们在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 教学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针对不同的目标 我们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 那么这里面的目标可能会包括 有一些知识内容是需要他实际的 有些知识内容是需要他理解的 有些是需要操作的 有些是需要识别 有些需要签 有些需要综合 所以这些不同的认知层次的目标 就决定了学生在这一个层级下 需要拿不同的经历 或者达成不同的水准 那有些知识 比如说他记住就好了 不需要他应用 有些信息内容 他可能背注这个概念就够了 但是有些是需要他综合去加以应用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做准备课程的时候 就需要把这些不同的层级给他划分开 再去逻辑展示的时候 包括你设计课程详略的时候 要进行差异化的处理 这是认知的层面 你要能够认知到 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是要有分层的 对于不同的知识 他的接受和掌握程度也是需要有分层的 你讲一个大的完整的课程目标里边 这个课程目标当中 具体的每一个知识内容的环节 它也是要分层的 层级在哪儿是需要你来定 这个取决于老师的认知 也取决于学生的认知 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提到的 如果大家要是对这块有进一步的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了解 刚才我说的布鲁姆的教育分类学理论 这个其实事实上是对于很多的一些教学环节 能够有更加深入的一些认知和了解 那将来再往下方法层面 我能够提供给学生什么样的方法 对吧 我可以去提炼一些信息 我可以去给出一些口诀和技巧 我可以通过正反举例的方式 能够让学生有良好的学习方法 有的时候经常我们会去讲 有的这个家长经常会去说 说你看看谁是家孩子 人家考上清华北大 对吧 你去问问人家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 其实方法只是这里面的第三个层面 而前面两个如果你解决不了的话 到第三层面也是没有用的 第三个掌握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也是需要根据不同的教育目标来定的 还是回到前面布鲁木所讲的 这个教育目标分类学的理论 采用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知识 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对症下药 分类去总结 而最后一个就是行为层面 你要有落实的 要有效果的反馈 要有跟丁的 告诉你方法 你有了意愿之后 还得落实到行动上 喊了很多的口号 最后不做躺在原地 永远是无法取得进步的 所以我们说 知识在真实的课堂上 无论是从一个完整的课堂的层面 还是我们说从前面的一个作为学习 在研究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需要有的这样一个学习的场景 那其实事实上都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关注的地方 所以今天这些课呢 我们给大家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课堂当中 它应有的样子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 无论真实的课堂是什么样 那你需要去做好充分的准备 而所有的准备的目的 都是围绕着让学生能够获得知识 获得成长 掌握知识 进而获得行为改变 我们所讲的七部的教学法 以及学生的四个不同的层面的分析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去理解 并且在真实的课堂当中加以应用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理论 获得更好的时间上的提升和帮助 那我们今天的这页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